一百二十分鐘 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星期一的第二個鐘頭 有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和宋思池廣播劇比賽 一直以來和我一齊給一些非常寶貴的意見 令我們代了很多關於學普通話的竅門落袋的 資深普通話老師就是梁雄英老師 你好 大家好 老師每次都非常好 一邊聽同學的表現 一邊圈著 這些是值得拿出來和大家詳細說一下 要注意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用很多生活化的例子 有時候學語言我們當然可以看訪問 查字典 然後很正經地學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去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那個用法大家都要知道 對 用法來講的話 我們經常來講 有時候那個用詞 普通話和廣東話是有分別的 就是說你不能夠用廣東話 就是說普通話 你不能夠直接把廣東話的音帶過來 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的 喝茶 我們普通話要說喝茶 但廣東話的叫飲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就是 都是需要通過學習來掌握的 是啊 聽得多些 用得多些 講得多些 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也不要害羞 才知道究竟語言掌握的精要在哪裡 每次都會出現不同的組別的同學 就跟我們用普通話去演繹他們的作品 今集首先出現的 就是一個中學組別的同學 他們就是來自 妙法子樓金龍中學的 他們的作品名稱就叫做梁周慈 亞英兄 將軍何在 怎麼了 魏兄 何時如此慌張 兩百里外的軍營傳信 兩位兄弟 將軍叫你們呢 將軍得知敵人有所異動了 啊 什麼 將軍叫你們一同參與宴席呢 事出突然 亞英兄你先在此繼續觀察 我隨他去告知將軍 還真是難得有這個機會 能和諸位將士們同飲一杯 真是暢快 來 我們一同飲酒高歌 不醉不休 明月當空 兄弟歡聚 只有大醉一場 方不辜負這葡萄梅酒啊 將軍所言甚是 屬下敬您一杯啊 將軍 屬下有急事起奏 哦 快走上來 兩百里外的軍營傳信 敵人正從北方過來 直押我近 請將軍速速應戰 那大概是催促我們出戰的琵琶聲啊 男兒從軍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有酒且當開懷痛飲 以醉方休 古往今來 有誰 又有幾人 能從沙場上活下來呢 嗯嗯嗯嗯嗯嗯 今日接連作戰 兄弟們都辛苦了 好不容易偷得浮身半日閒 我們打完這一仗 再許一個宴席 我們片刻後便出發 大家快速集結吧 是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影琵琶馬上催 醉我沙場君莫笑 鼓來征戰 幾人回 魏兄啊 太陽都快出來了吧 是啊 鴨英雄 你看那陽光下的美麗山河 我們定能擊退敵人的 我也等著那一天呢 退一萬步來講 這一世能結識眾兄弟 以身報國 一盞男兒的豪邁之氣 雖不是一代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 也不枉此生了 你這一句說得不錯 浴血奮戰的沙場 向來不是我的歸宿 弓箭鎧架也非我所好 但為了美好山河的穩固 為了百姓的安樂 不妨拾起與魏兄弟一樣的理念 誓死如歸 也許鴨英雄與我一樣 也曾惦記著家鄉的兒女情長 在這鞭塞寒涼之地 琵琶月身不畏住心 只為催行 梅酒也仿佛只為送行 但面對著家國 連生死都置於度外了 我們定能與將軍 在這凶險的戰場上 擊敗敵人 赴我山河 嗯 將士們 在 拿起你們的武器 此乃我國領域 如今敵人正於攻破此座防線 誰願與我共同殺敵 我等願意 上啊 將軍 能找到的屍骨我們都搬回來了 部分屍骨已經面目全非 只能依靠手環辨認身份 此戰我們險勝敵人 死傷都極為慘重 兄弟們都犧牲了 我該如何自處啊 眾將士不畏懼以鮮血 換取邊境的安寧 我們倖存下來 有何資格可憐 快快收起你的眼淚 記著 憐憫自己永遠是懦夫之舉 您說的對 古來征戰幾人悔弄 明知前途險惡 卻仍淡定自若臨危不懼 才是沙長戰士應有的氣概 但是即便將軍如何死守城池 最後也因雙方兵力懸殊而節節退敗 縱然將軍最後一戰本可撤退 他仍選擇了迎難而上 最終選擇了沙場作為他最後的歸宿 往事如煙 那一杯又一杯的美酒加釀 一道又一道的玉盤蒸修 士兵們的笑聲 將軍的豪邁 這接連不斷的戰士 忠實將他們的遠大志向 斷送在了沙子下 那一層又一層的海骨之中 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 漸漸令海骨風化 消散在風中 曾經挺立的擊鼓 也逐漸彎曲 但他們對待戰士黏綿的豪邁精神 與態度 守護國家的遠大志向 終將記錄在實冊 記錄在詩詞之中 那挺立的幾股 其實也一直隱藏其中 讓後世在閱讀他們時 能夠觸摸到他們 永遠驕傲而挺立的傲骨與精神 廟法寺劉金龍中學 兩周詞 張雅英飾演將軍 馮雪儀飾演哨兵儀 劉家瑜飾演士兵群眾 葉雪瑩飾演哨兵 全劇中 全部是女將來的 有男生聲 是嗎? 我感覺上有線士的聲音 我沒有想到女生 這一班就是中學組的同學 但他們成熟的演繹 我都覺得值得讚 唯一我有一個感覺 是否他們的速度似乎比較快 對 整體來說我感覺也是 速度太快了 特別在最後旁白那邊 在講述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快了 可以再放慢一點 不用這麼心急 慢慢說慢慢說 還有如果再放慢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在句語句和詞語詞之間 那個停頓就會更明顯一點 變成意思傳遞方面就更加有效 現在就有一點很快 一論嘴一論嘴 講完 很難去記得他講的什麼 這個故事來講 整個故事的內容是比較長一點 但是速度方面確實是太快了一點 導致我覺得語音方面 其實大部分的語音都沒什麼問題 就是呢 犯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前後鼻音的問題 都是常見的問題 很常見的 生死的生字 生字後鼻音的讀到前鼻音了 古來征戰那個征字後鼻音的讀到前鼻音了 那個也曾奠記著家鄉的兒女那個成字 後鼻音的讀到前鼻音了 這個問題 還有那個城池的成字 城市的成字 後鼻音又讀到前鼻音了 仁然的仁字 那仁字也是後鼻音的讀到前鼻音 那就變成人了 對吧 對了 那個一層又一層的那個成字 也是後鼻音的讀到前鼻音了 你看 很多字都是因為前後鼻音的問題 後鼻音的字讀到前鼻音了 老師啊 經常都見到這一類的混淆 甚至是錯音 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學習的人 會知道究竟這個是前鼻音還是後鼻音呢 除了真的要看他的標音 自己查字典之外 有沒有一些辦法可以用這些記的呢 那你看 如果我們說你講話 講話 你又沒有正式的去學習普通話來講的話呢 就對於這個前後鼻音的字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個字讀前 哪個字是後 有時候告訴你 你沒有學過普通話的人 我告訴你怎麼錯 你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的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學普通話的話 你就老實會告訴你 你哪裡出問題了 出問題你是怎麼犯錯的 告訴你怎麼犯錯還不夠 還要告訴你 你應該要怎麼去改 對 就好像這個前後鼻音的問題 我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因為你就覺得 差不多差不多就算了 你就不會認真的去想 這個字是前是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讀到後鼻音的音的大部分 我們就這樣講了 要不然就不到位 要不然就是跑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在這兒 我們可以講一講的就是 讀前鼻音的字 那個發音啊 在那個音結尾的時候 我們開始養成一個習慣 你的那個舌尖的部分呢 一定要頂著你的那個上 尺的後面 也叫上尺背 一頂頂著 然後那個音啊 一出來的話就到位了 那麼讀後鼻音的字啊 別忘了 就是它那個音啊 就是我們講廣東話呢 說姓吾啊 吾的吾的那個 那個吾的發音呢 那就是後鼻音的那個尾音 對啦 就是那個音 出來了 對 你會感覺到呢 你自己的那個舌頭啊 舌頭後面的部分呢 是往後縮的 所以一縮的話 那個音呢 氣流從鼻腔那一出來 那個音就到位了 希望大家都拿到我們的貼士了 稍後回來我們再聽聽其他的同學 他們的聲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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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